据报道 8月28号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 在参加美之库大西洋理事会访谈时 在中国政治制度 涉台涉港 南海等问题上指责中国 并鼓吹利用美同盟体系应对来自中俄的挑战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3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底好不好 轮不到美国政客指手画脚 一段时间以来 美国一些政客 出于零和冷战思维和一己政治私利 无视基本事实 喋喋不休 恶意攻击中国政治制度 中华对此坚决反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底好不好 中国人民最清楚 轮不到美国政客指手画脚 赵立坚指出 作为一般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 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到底是机遇还是威胁 从各国积极同中国加强交流合作来看 答案不言而喻 相反 美国随意退勤 毁约 对国际法合则用 不合则弃 严重损害国际公平正义 和全球和平稳定与发展 班农人最后指出 国际社会对美方政客 试图把其他国家绑上 反共反华战车图谋 看得一清澳楚 根本不会买账 总台样式记者 北京报道